月时形成的原因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地球运行到太阳跟月亮的一个中间 因为月亮本身不会发光 那从太阳射过来的光线又全部被地球所遮住 所以这时候我们完全在这个区域里面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地球的一个本影区 我们是完全是黑暗的一个状态 也因此我们看不到月亮 这时候呢我们把它称作月圈石 可是呢当月亮如果是在旁边偏一点点或右边偏一点点 这时候我们还可以从一些射过来的光线 因你约约看到某一部分的一个月亮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称作月片石 假设如果月亮进到旁边的这个 还有一些部分的一个光线的地区呢 那因为这时候它的一个光线有点打折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称作一个半月石的一个状态 就是它的亮度是没有像之前的月亮的本身的亮度那么亮 它是有点稍微有点灰暗不明一点的一个状态 这时候我们就叫做半月石 至于日时呢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太阳跟地球当中呢 出现了一个月亮 那这个月亮呢刚好遮住了从太阳照射过来的一个光线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图形去理解 当月亮进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刚好太阳照射过来的光线全部都被遮住了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看到的一个太阳 是完全看不到任何的一个光的 也因此呢我们说太阳是被吃掉了 就是看不到的一个状态 这时候我们就叫做日全石 如果说它所在的一个位置 是位于这个后面一点点的这个位置的话 从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看过去 从地球人的一个角度去看 从这边看过来的时候 这边被遮住了 所以这边是全黑的 也就是说从这边射过去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全黑的 可是旁边呢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有一圈亮的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一环亮的一个太阳光的一个样子 所以这时候呢 也就是我们所称作的一个日环石的一个状态 那相对的 在不管是从这个全黑的一个本影区 或者是半黑的一个半影区 只要是这个月亮它在的位置呢 都有切到一点点 那这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个太阳 都会受到月亮的一个 遮蔽的一个效果 而形成所谓的一个偏时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所谓我们俗称的一个日偏时 以上就是有关于日时跟月时成因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